对这个问题的话要具体而定 因为有的人有痔疮 但是他痔疮不是很严重 也没有活动因出血这样的情况 是可以做这个场景检查的 因为在场景检查 我们头端都用了一个润滑剂 有时候用了局部的麻醉剂 这样的话是不会导致这个痔疮复发的 但是如果说这个患者本身痔疮比较严重 有一些出血 那么这种情况不要建议做场景了 因为场景我们要进行一个清场准备 清场准备的时候 如果患者在痔疮有出血的情况下面 如果还用力的排便 那么就会导致出血加重 同时如果说是再去接受场景检查的时候 那么就极有可能加重这个出血的情况 所以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不建议患者做场景检查 而等痔疮进行治疗以后 再进行场景检查 我们在磁床上面碰到不少的患者朋友 都有这个痔疮 感到很害羞 不愿意面对这样一个病情 也不愿意接受一个痔疮外科的治疗 其实这样大可不必 因为十男九智事实上在人群中 有痔疮人群还是很多的 所以建议这些患者 及时到痔疮外科进行相应的处理 感谢您的频道